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次负责的课程是幼儿的日文课程 主要是借由认识日本的美食 让大家去认识日本这个国家跟这个民族 因为其实儿童日文只有在教日文的话 就是对小孩子来讲很枯燥 小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这么久 那因为有透过动这个动作去学习 去了解去认识这个料理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会让小孩子更容易吸收 而且更容易接受 我们素杆实验室就是想要结合我们之前 带小孩一起上那个亲子日文的课程 那小孩子在这过程中就是觉得做这样的时候很好玩 而且他们很有成就感 那我就想要把数学也带入 因为数学就是很大部分跟卖东西有关 也在这过程中想要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成本 让他们了解工作到底是什么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去赚钱啊 想要让他们在心灵上有一些成长 那过一个充实的时间 为什么我是老子 赶快说 去幸福的话就是希望他们来基金会 有点像回到家里面 而不是去案情般的感觉 就是在这边呢的照顾 或者是在课程上呢 就很像那个妈妈这家带小孩的感觉 两只耳朵 希望耳朵是这样圆圆的 是两只耳朵 一个头 参加花一刻是因为在社群里面 然后觉得不用到外面去 刚好又是假日 就觉得很好 每一次擦完之后回去摆在家里的玄关啊 然后每次一进门看到那个花心情就很好 结果就在家里增加了很多那种生活的乐趣 我上花艺课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我疗愈的过程 因为每一次上课的花 我们的营养会被认识更多的花族 然后看到花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自己在头上的课 所以这样的花我就可以待会去自己做 我叫妙如 我非常热爱花艺 刚好基金会有这个花艺课程 我就非常非常兴奋 那时候老师我们一个月两次 我都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 纵使也很多的困难 那今天我特地从台中赶上来 是为了参加这个花艺课 舍不得这堂课没上 我非常爱这个课 这也是我曾经十几年前的梦想 那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社区里面 有这样的花艺课 让我感觉到非常幸福 里面吗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是生活中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不是正统的花艺课 它其实是一种生活美学的实践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在上课的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是大家都很放松 在这里可以很单纯的享受这件事情 这两个小时足够了或是丰富了 你可能回去可以支撑好几个礼拜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幸福的重点 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在时间 自己的生活更美 持续下去这样就够了 您很喜欢的地方 很感兴趣 收到这一顿梦子 汇集麻烦 最后一顿梦子 吃一顿梦子 適合 都会吃一顿梦子 太甜了 就是带梦子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一直在推社團社團 那希望就是靠社員每個人自己的自主性跟一個動力 然後將自己的社團把它帶起來 在社區國有一個好直光手作共學社 就是集結了很多媽媽或是阿姨 就是有興趣手作的夥伴們 起做自己想做的手作 或是覺得可以繼續傳承的一些料 可以集結大家的一個相信力跟興趣 然後一起來擺胎 就是做一個互惠 因為我們也可以賺到社費 我們之後可以去參與一些食農的參訪 跟小朋友的走路 很精力給他 我們走到哪邊嗎 我等一下 他那個 他是我 兒子的舅頭 他媽媽家的舅頭 他腳磨了三年 如果覺得胎脂力 以外是不用蹲到大腿增肌膜 我們其實懸吊課跳 其實是今年九月份 也是社區的教練發行的 然後後面練習教練 假的時候帶小朋友去游泳運動 發現說其實我們的體能各方面 可能跟小孩有一些落差了 然後也覺得年紀大了 我們可能要訓練一下一些肌耐力 在運動的過程中 其實就會讓自己心情好 當然我們伴隨著肌肉痠痛 可是你心情好肌肉痠痛 這是正向循環 可是它會慢慢遞減就痠痛的部分 心情好會延續 而且你會因為你挑戰了自己 然後運動之外的其他生活上的挑戰 你也會覺得這也是可以自己做得到的 開始運動之後我們發現 除了運動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蠻多的附加價值 比如說我們上課的時候 可以一起聊聊孩子的事情 聊聊家裡的事情 或許只是個聊天過程 但是其實可以觸發你這個禮拜的一些 也在別人看來可能不是煩惱 但是可能困擾你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它的 除了身體情況之外 附加價值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蠻大的助力 我覺得健康跟幸福 應該不能分兩個 因為你有了健康 才有不夠的幸福 你有健康的身體 你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這就可以達成幸福 謝謝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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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我是那個陳玉玲 跟陳玉珍的爸爸 我覺得這個活動還蠻有意義的 就是因為工作時間比較忙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能參與 今天在這種社會 親子之間的互動 但是比較 會比較少 剛好有這個機會在基金會工作 可以就是那種 推一些活動 讓親子之間的互動 其實可以增加 讓家長也能夠更了解 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永續幸福 聽起來可能 就能針對小幸福這件事情 就現階段的領域 為什麼我們可以旁邊去感受到小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家的溫暖 就是幸福的延續 看到小朋友的成長 然後能夠參與他們的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這就是 永續 因為我本身就對瑜伽很有興趣 很感謝基金會就是剛好有這個課程 到現在已經應該有三年以上了 我覺得跟我以前上過瑜伽非常的不一樣 除了肢體的伸展之外 還有心靈層面 有時候老師的分享 也會給我人生不一樣的思考 然後讓我更了解自己 所以我覺得很期待 日生生的能夠一直把這個課程開下去 幸福的感覺就是 除了分享 然後接收到大家溫暖的關係 除了家人之外 在這邊也可以得到跟家人一樣的感覺 我希望就是我能夠從Vita老師 或其他的同學身上得到的關心分享 也能夠散發出去 就是把這些就是在傳給我周遭的人 然後這種正能量 就是讓我周圍的人都可以一起的有成長 然後大家都會幸福平安 在這個2023年 我們基金會的總體的方向是永續幸福 那對於我而言呢 永續幸福怎麼樣跨到明年2024年的永久幸福 這幾年就是我們的執行長 他非常的著重如何先讓自己人 先能夠好好的生活著 而這個生活包含社區 包含自己的工作等等的 那當自己能夠圓滿了 就有機會再往下一個圓前進 那下一個圓是什麼呢 就是身邊的人 可能是家人 可能是同事 可能是朋友 那這個力量呢 就會再傳遞給這些人 那他就能夠自己永續了 也引領別人也進入這個狀態 那他就會慢慢的外拖外拖外拖 那這份幸福感 就有機會能夠如同我們接下來 2024年希望進入的 進入一個永久的狀態 好嗎 1點 2點 2點 1點 5點 2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